各位變態大家好 我是魔王 這次要給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 熱血硬派 熱血硬派 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打 好啦 我們一投幣 他就叫甘巴點 那我們就開始玩啦 一開始就是熱血系列的傳統 你的好朋友廣是在校門口被揍 你會幫他報仇 跑過去打他 那第一關就是在 火車站的月台 我們跟花園高校的不良少年對打 魔王也30多年沒有玩了 那這一個遊戲就是 攻擊的招式相當多啦 就是往右攻擊跟往左攻擊 然後如果我們把敵人打下月台的話 他就直接打起來 這樣會比較節省時間 再來就是 這個遊戲 當年玩的人應該比較多 一開始是接觸的是 任天堂版本的熱血高校 那其實 任天堂版本的熱血高校 是移植於街機的版本 他們第一關的頭目就是Ricky 就是左上角這個 看起來好像老大的這個 這個後來在熱血高校的 系列遊戲裡面 他就變成了我們主角 國富君的競爭對手 然後在某一些遊戲裡面 我們可以一起操縱他 那就是熱血高校跟花園高校 兩個在互相爭老大 可以有一個絕招打到 其實第一關再過不會很難 這樣打一打他就死了 第一關我們就過關了 第二關一開始 那同學廣製又Q爆走竹爬 這人夠小的 大家都想要打 所以第二關一開始 我們就在港口邊 要挑戰爆走竹 這一關一開始 不一樣的地方是 會有那個 爆走竹騎摩托車另外 要自己撞 所以我們要算整時機 用跳踢的方式 把他從上面踹下來 魔王因為太久沒有玩了 所以感覺時間有點抓不到的到 沒關係那我們就慢慢踢就好啦 熱血硬派是由Technos Japan 在1986年5月開發的街機動作遊戲 由暗本良久擔任監督 哲和熊擔任音樂 旭方孝志擔任角色設計 而這位旭方孝志後來參與了知名的街機遊戲 雙結龍的開發 本作是一隊多戰鬥的動作遊戲先驅 反映了作者暗本良久的高中時代 玩家可以操縱主人公 國夫或是國雄 幫助總是被人欺負的好朋友 廣自除夕於熱血高校周圍的 二勢力奮戰的故事 本作在日本以外的地區發行的標題 更改為Renegade 也就是叛徒的意思 大部分角色的圖形 後來都根據西方國家的文化特色而進行了修改 而且他當時還加入了非常少見的語音製作 投幣時的音效採用了真人的語音 呈現了海外的Renegade裡面的發音 全部都是英文的 看他這個穿藍色衣服的就是暴走族的總長 真是驚喜 然後他的絕技就是會用迴旋梯啦 這一關比較囉嗦的地方就是 幹來給我們回歐就很麻煩 那個一開始又有那個摩托車的暴走族 會幫你削減體力 所以玩到這一邊的時候 那個很多人的體力都不大夠 你看像魔王也不大型 因為是太久沒了 已經賣給你怎麼玩了 然後我們就是盡量利用錯身的方式 上下錯身的方式來打他 好 這樣我們這一關也就過啦 來第三關的水小同學 你看男生揍他女生也要揍他 所以我們現在就到太陽學院這些不良少女的地盤 幫他報仇 就看到中間這個看起來很大隻 這個很胖的這個女生 明知之這個是美靈就是你的班長 手靈 這個是魔王覺得整個熱血硬派裡面 最厲害最難打的頭目啦 好啦那我們就先把這些砲把給一個一個打倒吧 來在熱血硬派上市之後 後來由同公司的開發小組接手了 本做了主角之後 開發了知名的街機遊戲 熱血高校躲避球 還有在後來1989年上市的熱血物語 後續並以此三個作品作為基礎 分類成熱血硬派系列 熱血Sports系列 還有熱血物語系列 後來陸續開發了許多國父軍系列的遊戲 值得一提的是主角的名字 是來自於時任Tachinos夾片社長的龍邦夫 Take Kunio所命名的 好來各個片他可以看到 這太陽圈的番長 這個歐金宮美林現在已經出來了 這一個是魔王覺得裡面最難打的一個頭目 我們應該先把這些小柔先打死 你看魔王的衝刺勾拳對他來講是沒有效的 所以這個手領的設計就是一般的拳擊 拳打腳踢還有跳踢有效之外 其他的攻擊都是沒有用的 我們要先把這些小柔柔給打倒 這個太久沒有玩了 損太多血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站在同一條線上之後 後踹 這樣可以把他踢倒 所以我們就連續用這個方式 你娘又叫龍 龍一次損兩滴 血少太多了 再後踹 等一下再打一次應該他就可以倒了 好 騎在他頭上用騎馬拳打一打 好了這一關就過了 真的太久沒玩了 差點踹起來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入到最後一關了 好來第四關開始 我們的衰小同學 衰到連暴力組織都要拿倒置捅他 所以我們就要到這個暴力團的事務所外面 跟這些光頭黑道對打 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關只要被這些小柔柔用刀捅一下 或者是被這一關的熟靈 薩布用刀捅一下就刷起來了 所以這邊要非常注重守衛 基本上這一關就是要無傷 這一關要過的話 就是要無傷過才行 所以你的走位啦 控制要非常的到位 所以這一關在打的時候 就是要特別的小心 你的錯位要站好 好啦很快了我們就把這幾個廢物給打敗啦 我們就直接進到暴力組織的事務所裡面啦 現在就要打裡面 你的大頭目 這個鐵琴的有沒有 穿小米蘿的這個 這個就是薩布 薩布 他手上會掏槍齁 所以你就是稍微算一下他的距離 你看這個距離就是 你看一不小心他就開槍齁 被打到我們就直接死掉 還有連小柔柔齁齁 拿的小刀齁 你被他捅一下就直接死了 所以這一關就非常注重走位這件事情 好來 但是魔王覺得這個薩布 反而比前面那個美齡還要簡單多了 我們隨便打一打他就死了 好啊這樣跑下去了 所以這一關要過就是要無傷過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通關畫面啦 來通關畫面就是 所有熱血高校的同學都過來問你鼓掌握手啦 這是熱血銀牌的通關畫面啦 然後就二週目三週目四週目無限的打下去 好啦這款遊戲就會大家介紹到這裡啦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些有趣的懷舊遊戲 我是魔王 一個外表跟內心一樣變態的中年阿伯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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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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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